这里是英国2019年新创企业的创投资金增长的44% 台湾新创公司该如何打入英国市场 首都在台湾举办的英国创新科技竞赛就成了一个新挑战 我觉得台湾有很棒的纪念和专业纪念 我们已经看到了 英国也有很好的纪念纪念 这项竞赛计划已经有超过1700家来自印度澳洲等国的新创公司参与 今年首度开放给台湾成长型科技新创参加 六家优胜公司将能在今年6月的伦敦科技周期间前往英国 扩展国际人脉快速在当地建立业务 有机会参与英国的一个创投环境 然后甚至是市场环境 那有机会让他们的能见度增高 那当然对英国来讲的话 同样的是它可以吸收到不同的想法 新兴的想法科技的部分 让英国的创新 创投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也有机会找到更多好的标的 这次的竞赛分为AI与数据等三大类别 只要新创公司有两年以上的商业贸易时机 并能够提供创新以科技为主的解决方案 就有望成为优胜队伍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人周庭 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